Hello 大家好 我是iT 今天就跟大家講講 鏡花水穴 即是3500元下載的特別活動 有一把武器必須升到盡才可以 就是這把 手上拿著的把 是打完第一次破滅級會出的 你就要打15顆的大石 我們現在去找大石了 大石經過統證了資料之後 大石只會在E套的其中一個寶箱出 即是一場最多都是拿兩顆 最少開了輸都要打8場 才可以拿到 那個 足夠的數量去升八石 沒錯了 今場又沒有跌到 那麼 最好就開這個寶箱 因為這個寶箱也很大機率會掉 三星武器 既然兩顆都沒有 我就不妨可以出去 因為如果沒有打 沒有掉過 紅色大石 我就覺得 沒必要浪費時間去刷了 因為七場 我剛才兩場都有掉到 即是現在有四顆在手 讓大家看看那塊石是什麼樣子 最後的葉就是這個 水月鏡花 風花雪月 不管了 再進去一次讓大家看看 在那個箱子掉出來的模樣 那大家就有個概念 怎樣去做 才可以消除 現在關卡上面 Clear問號的情形 Clear問號的情形呢 就是你卡在這關 還沒去到第二關 那他這關又沒有紫色箭咀 所以呢 就有一個新的玩法 就是升滿了一把武器 才會出 升滿了一把武器 然後你 嗯 無論你一星法師 二星法師都好 你只要帶他去新 然後 過一次那關 破滅級 為什麼一次都不掉 是不是入了 不掉武器的時間 那些石頭的時間 沒理由的 那大家看看這個寶箱吧 運氣超級不好的 那看一看一次升武器 需要多少顆石頭 那這個活動的武器呢 三星武來的 那升一段呢 進化 就是只有一段 那去段子屋那裡 段子屋 進化 對了 就是這把 呃 要15顆 剛才那隻 勁花水月的石頭 那帶著這把武器 走一關 走入那關裡 完成那關 那你只要那個是 對緣 含在對伍裡面 就可以了 我不順且 進去一場 再不行 那這段片就來到這裡 這個活動呢 就有20天 那大家其實就 不需要太緊張的 那這個活動呢 這些活動石也有用的 那這個活動呢 那這個活動建築呢 就是可以 令到雙刀的 防禦 攻擊 和會心 都上升10% 那都非常豪爽 那你升到某個角 等級呢 還有 石送 那頭三呢 就已經送5石了 所以呢 猩猩無防 對了 那真的很隨機 這個石 希望會掉到 大熊 骷髏頭石 啊 好失望啊 這次影片來到這裡了 祝大家拆石成功 不要像我這樣 連續三場都沒有 好啦 拜拜 喂 錄影在哪 喂 師兄沒有錄啊 看看 在這裡 拜拜